大家好 我們還是一個免責聲明的 所有CLC是一個非營利事業組織 我們所有影片跟教學內容 都不是以營利為目的 YouTube會放一些廣告 那是可能YouTube 可能還是要獲利 那至少他的廣告不是很多 就是一開頭有 那我們都沒有開啟 YouTube YouTube的商業模式 所以我們也不會得到任何一毛錢 這個就是我們完全是公益性質的 我們所有的教學內容 影片內容還有留言的回覆 都是僅供參考 以教育為目的 非個人的投資建議 我們都不是專業的投資顧問 影片的內容和言論 都只是為了教育目的 並不是投資建議 投資個人還是要依據個人的研究判斷 而並非以我們的影片內容跟資訊 投資的風險很大 如果你沒有辦法承受 一年內有下跌10% 20%甚至70%的風險的話 那你就要注意 你可能就不適合投資 你如果在市場下跌 你就會緊張 那你也是不太適合投資 投資需謹慎 投資要先了解 投資之後才能進行 所有的投資行為都要自行決定 自行負責 無論市場怎麼樣的震盪 投資者我們都是永遠的極度樂觀 投資永遠要迎向陽光 市場 市場最後總是會上漲 我還沒有 反正從來宇宙 從開始人類有市場以來 就沒有長期只跌不漲 都是只漲小跌 所以投資要忍耐 我們的財富是值得等待 今天我要跟大家講 雖然我們不建議投資個股 不過我們以教育為目的 我還是會教大家所有該知道的資訊 那有些是我在教 有些其他講師教 那你到我們的YouTube都有很多教學的影片 我們2022年的影片跟所有的教學內容 都會都在YouTube上面永遠保存 所以大家建議大家去看我們的教育影片 今天我們要談一個東西就是買在起漲點 大家都希望買在蘋果剛起漲那個點 特斯拉剛起漲那個點 就像我那時候投資星巴克的時候 如果我的生意有斷一斷續續的話 那個CAD讓我知道一下 好的沒問題 所以我們大家都希望 什麼是下一個特斯拉 下一個星巴克 下一個蘋果 下一個Amazon 我跟大家講可遇不可求 而且每個人的環境都不一樣 所以我碰得到星巴克 我碰得到SQ 你未必碰得到 那我現在在教大家的就是 當你碰到的時候 你能不能感受到 就像 我去星巴克 你們也去星巴克 我去買股票 你們繼續喝咖啡 這就是不一樣的感受 就像特斯拉 當我們的學員在餐會上跟我講 特斯拉有多好多好 家裡都買了兩步了 還要買第三步 我說你們繼續買特斯拉 我去買股票 當場在餐桌上 第二天 其實沒有第二天 當場回家 我就建議大家買特斯拉 那應該是2019年的12月 所以SQ也是一樣 所以怎麼樣去理解一個公司 它有一個爆發力 今天這個是我們要講的重點 那你可以買在起漲點 過去投資我雖然不是說 非常沉金飛黃 但是大率還是勝過大盤 你們會看到我的績效 還是不錯了 可是其實我錯過了很多 致富的關鍵 這就像巴菲特說的 其實你問他說 你在投資上有沒有做過錯 什麼不對的事情 他說多了 多到他講不完 所以回顧過去 我的投資績效 還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所以投資指數基金 其實就不會有這些錯誤 在過次的投資歲月裡 第一個 讓我賺到最多錢的 就是星巴克的股票 很可惜我就是沒有把星巴克的股票 那時候我幾乎百分之百都是星巴克 其實將近百分之兩百 因為那時候我還會融資 那個就是 我們台語就是 就是說其實是無資 無資才會融資 所以你們絕對不要融資 那個是我太幸運了 所以 那時候我的星巴克如果不操作一直持有到現在 就像巴菲特買進好公司就不賣了 那累積的財務 比我現在自己應該多好幾倍了 所以買進指數和公司 就是永遠不賣才是自負關鍵 那怎麼能夠永遠不賣 你要買對了 如何避免過去重複的錯誤 那買在其章點 這是一本書 你們也可以去看去找這個書 買在其章點 這本書和巴菲特結合巴菲特的價值投資 長期投資的觀念 可以避免未來投資做出相同的錯誤 所以我們的投資其實都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買在其章點要怎麼買 就是買在其章點這本書就是如何買對 要怎麼樣買對 那等一下我們跟他講 你看到一個公司要怎麼樣評斷 這個公司是一個爆發性的公司 再來你要學巴菲特的打死不賣 那巴菲特教我們就是長期持有了 打死不賣是一個形容詞 你也不是 巴菲特有時也會賣 因為個股有時候會壞掉了 或者最後巴菲特也發現像IVM他就買錯了 所以指數投資就沒有這種會壞掉 或者會挑錯的問題 所以指數投資就已經解決了我們買 會買錯的可能性了 當然這個文章我們現在在談的 這個是我2016年寫的 那我再把它Modify過 那買在其章點也當然是教你挑個股 這本書的內容如何選擇一個有潛力的成長股 巴菲特說過大家的投資都是價值投資的 沒有人說去投資一個沒有價值的 當然你的認為價值是不是別人認為的價值就不一樣 就好像很多人去投資毛票股 他 當然認為有價值他才會去投資的 那個價值是怎麼定義那就不一樣 那可能的價值就是兩三天會漲 他就是價值 所以每個人都是在做價值投資 只是價值的定義不同 所以巴菲特說成長成長也是價值的一部分 而且還是蠻大的一部分 重點是你是否能夠看出其公司真正的成長價值 當然你要在你的能力範圍內 不要超過你的能力範圍之外 很多人去投資生技股 除非你是生技BioTech的專業 不然很難 所以不要勉強自己去挑股票 其實承認自己不懂的事是很好的 如果你需要問別人 這家公司可以投資嗎 還是說下一個你看好的公司是哪一家 那你就不要再問了 因為你其實已經沒有能力投資個股 所以你就不應該投資個股 因為你問人家就是你不懂 不懂的事不要做 人家跟你講了你還是不懂 一個值得投資的價值成長股 他必須要包括下面四個特質 第一個就是經營模式 我們談的就是商業模式 business 再來是第二個是假設 就是你要靠你的想像力 你看到這個公司的現狀 不是你要投資的 你要想像他的未來是會是什麼樣的 那才是你投資的重點 就是assumption 再來就是策略strategy 就是這公司有什麼策略 他的擴張 擴張是不是在你的認知的範圍之內 再來就是管理層 跟巴菲特講管理者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個就是BASM business Assumption Strategy 那我們來談談經營模式 簡單的說就是賺錢的方式 這個他靠什麼賺錢 一個公司一定要看到現在有一個長期賺錢的商業模式 像星巴克 他就是有個長期賺錢的商業模式 而且這商業模式又是你喜歡的 這才值得我們投資 當你考考慮一家公司的時候 先要問自己說這家公司是用什麼賺錢的 他這個方式可以持久嗎 你喜歡嗎 每個人都需要嗎 所以我常常就說你有時候要問問自己說 這個東西是每個人都需要嗎 每天都需要嗎 最好是每個人每一天都需要的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會大部分都是 像星巴克啦 像Amazon啦 幾乎每人每天都需要 我幾乎沒有斷過在Amazon買東西過 所以這個就是每個人每天都需要的 那再來就是像Google Facebook Apple 每個人每天都需要的 逃不掉 所以這個光這個選股的標準 你就可以知道 什麼是每個人每天都需要的 那再來就是 特殊的 我們將每個公司一模式賺錢方式 研究清楚 那像SQ啊 像特斯拉 這種都是非常獨特的商業模式 那當然 支付的東西 在五年前是特殊的 現在支付就比較普遍了 像蘋果也進入了支付系統 所以 世界的商業模式會再改變 那你要有獨到的眼光看出來 所以我們要知道這公司賺錢的模式 是否可以持續長久 通常我們看一個潛力公司 無窮的商業模式 一定有個特質 大家記得一定有個特質 就是說它是一個典範轉移 就是它推翻過去所有的商業模式 你看看這些 QQQ的前十大公司幾乎都都有推翻過去所有的商業模式 Google推翻所有的廣告模式 Google推翻所有的串流模式 Facebook 社群媒體 蘋果 那多了 蘋果推翻所有很多商業模式 再來Amazon 反正都有了 你都可以看得出 它幾乎推翻了所有過去你所認知的一種商業模式 所以這樣公司 沒有其他的公司跟他一樣的商業模式 所以成長空間就很大 如果成長空間很大 你就要注意 那這個生意第一個可以做的很久 因為沒人 沒人在這行業裡面 只有他一個 再來第二個 一定很重要 這句這個很重要 大家要記得這很重要 一個公司的炒創會成長的過程當中 它的成長率都是在100%以上 要嘛就是營業額100%成長 YOY100%以上 100%%以上 或者是獲利100%100%以上 你去看所有的公司 當它在開始爆發力開始大漲的時候 之前都是100%成長以上 我們沒有建議大家去買個股 但是如果你個人想持有一些一兩支個股 自己想看看自己的那個 而且你也有這個能力 那你可以用上面這個方式去考慮一次股票 那再來就是這公司你要有想像力 你如果沒有想像力 你也沒有能力 就是說這個公司的商業模式是否會成長 是否有想像的空間 而且你的想像力是至關重要 這個公司未來成長 是否能夠長期持續成長 這就是你要比這個公司的CEO 還理解這家公司未來的前景 如果你能夠想像這家公司的未來成長 是無限寬廣的時候 而CEO做的比你想像還好 那真的就是 那真的是你撿到寶 那如果你無法想像一家公司的未來 你只知道現在他在做什麼 那你也不能投資這家公司 例如拿幾年前的臉書來說 我當初投資臉書的時候 我是想說臉書應該可以 除了廣告之外 應該可以像做影音平台 像Amazon eBay做網路銷售 應該有做臉書金融 因為你在臉書裡面都是朋友 所以你要轉錢送錢 或者是像Facebook Pay 為什麼沒有Facebook Pay 這個都很特別 沒理由我不知道 還有臉書可以做小額貸款 然後這個臉書支付 這些都臉書可以做的 可是我就沒看到他做任何一件 他的臉書金融遊戲要做 可是後來無聲無息了 那你現在的臉書竟然去做Meta 沒有用他們臉書自己社群平台 去擴充他的商業模式 反而去做一個跳躍式 離他本業其實有段距離的 那這個就有風險 這個就有風險 所以你看到一個公司 如果沒有照你想像的模式前進 那你就要注意你所屬的這家公司 其實有風險 當初我們選擇特斯拉的時候 我們除了看到的特斯拉 就不是一個電車 它是一個自動駕駛之外 它是一個AI 它是一個機器人公司 它還有會做無障礙的手機通訊 現在你們知道特斯拉跟T-Mobile合作了 所以你們會發現T-Mobile的那個基地台 以後的backbone可能不是實體的 不是拉拉光纖的 他的backbone可能以前以後就是會拉到Starlink 那這個意義是什麼 這個意義就是 你到山山去 怎麼拉 怎麼拉一條Cable到平地來 拉很遠啊 那個有時候喜馬拉雅山要拉很難很難很難 所以他只要把一個基地台加上太陽人 那插到一個山峰上面 這個基地台就完成了 這個很厲害的 所以你看你想像的空間這麼大 你要知道未來全球會佈滿T-Mobile的 基地台 那T-Mobile的backbone用什麼 用Starlink 那那個建那個基地台很簡單 他不用拉拉Cable 他直接架一個塔就可以了 你知道T-Mobile也在QQQQ的投資組合裡面 而且還排的蠻前面的 那你看AT&T跟Viral無影無蹤 這兩個就是差別 所以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架設一個基地台 那特斯拉除了這樣還有充電站啊 還有保險啊很多商業模式 所以特斯拉不是這個電車 他要看有沒有偏 我們要觀察特斯拉 不是只有看他是不是一個電車 而是他在這些發展裡面 有沒有離開他本身的商業模式 增加公司的成長與廣度 當然Starlink不在特斯拉裡面了 不過你會發現你特斯拉的車子 以後會連上T-Mobile 之後再連上他的Starlink 這個就有關聯 所以一個公司的未來的商業模式的想像空間 公司的CEO是不是有執行力去完成 這解決公司未來成長 是否能夠持續的快速的成長 這就是關鍵的因素 公司CEO的想像力跟執行力很重要 再來就策略 獨特且可藏可求的商業模式的特質 就值得我們關注的公司 這個公司的新的營業策略有沒有符合 這公司本身的core business很重要 專注本業的創新模式 或跟本業有關的創新模式很重要 不要像Facebook那種跳躍式的 如果一次跳太遠 我看他中間沒有踏板就很危險 所以Amazon他的網路模式到雲端運算到物流 到語音串連到等等等 都是有相關聯的商業模式 蘋果也是從手機到銀端支付到APP 都是有相關聯 那特斯拉剛剛我們講過 所以我們再來第四點就是Manager 最後一點也是很重要 就是這個管理層在CEO有沒有專心本業 然後他是像一個movistar 還是像一個他有沒有在股東會上 有沒有跟大家delivery 新的商業模式 他有沒有激情 他對這個公司有沒有激情 很重要 像蘋果啦像特斯拉的CEO 都對公司是有一個熱忱 好 所以以上就是這本書的四點 我把它總結跟我 結合我個人的經驗 跟大家分享 如何選擇一個起漲的公司 我們除了指數投資之外 你如果投資一兩家這樣成長公司 其實也是人生的一大樂事 那重點是好公司你要永遠不賣 永遠不賣可能如果四十年可以不賣 也可以賺一萬倍 那也算是不錯了 所以挑個股還是有風險 可是資金不要太大 可是如果挑到了你當然會很高興 可是如果你多多做指數一樣會富有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 小時候看布袋戲 他有一個死也命也應也 後面一段是這樣 就是說安積刺大 就是安積這個積啊 這個翅膀很大 但是他飛起來不如鳥 他不飛得不太飛得動 安積刺大飛不如鳥 蜈蜈蜈蜈蚣 蜈蚣擺足行不如蛇 蜈蚣有一百隻腳 可是他速度不像蛇那麼快 那這兩句話在講什麼 就算你有再好的能力 像蜈蚣擺足或者是安積刺板很大 可是你還是有限 不是說你腳很多或者是你花很多時間 你懂很多 你在投資上就會成功 所以記住安積刺大飛不如鳥 蜈蚣擺足行不如蛇 有時候死也命也運也 非我之能也 非我之所能也 就是說有時候成功與否 還不見得是你的努力的成果 而是有時候不努力就有成果 反而是更厲害的 這個就是最後這句話跟大家分享 好我想我今天分享稍微長了一點 那Ked我麻煩你 看有什麼問題我們可以討論的好不好 謝謝 好謝謝老師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我們的視頻 會在每週五每期早上六點 然後亞洲晚上九點 會在YouTube跟Bilibili都會有影音檔 那Spotify跟Podcast會有廣播 只要搜尋CLEC都會有老師的課程 那歡迎大家按讚留言並且分享 那今天晚上的交流課程呢 也會在禮拜二每期早上五點 然後亞洲晚上九點上架 那如果財富相知來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你想要用什麼容器來裝 那我已經準備好了 希望有幸聽到的朋友 當財神爺來敲門搬張椅子給他坐 那希望朋友們能夠踴躍的舉手 大家的問題越多 其他的同學也能夠學習到更多 那進寶山不要空手而回 我們這個房間的規則就是有問題你可以舉手 我們會拉你上來發問 那原則上一個人一個問題 回答完我們會把你移到觀眾席 那這樣做只是為了方便我們管理 那如果你有問題 歡迎再次舉手 我們也會再拉你上來 我們最晚拉人的時間為 美西時間七點半 然後亞洲時間十一點半 那第一次進來的朋友呢 可以follow老師的bio 這樣子的話 老師開課你們就會知道 那我們就可以一起共好共付 那在沒有人舉手之前 請問其他moderator有沒有想問老師的問題 我有我有 我想分享一下我唱片 對不起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聽到老師這個講 講這本書 剛好呢也觸動了我昨天對 也得到了一個信息 就是有一個youtuber吧 他就post了一張 在過去30年 SPY的表現很好的公司 其中第一名呢是一個叫monster 是個做飲料的公司 我沒有怎麼建議 以後的公司呢 絕大部分呢都是科技公司 所以呢我是覺得老師的策略 做QQQ是對的 第二點呢就是老師說的那個 買到起點上的成長公司 買到起點 我看了這張表 我也是非常有感觸 這個表上的第二名呢 他的成長的很好的就是amazon amazon在過去的30年 一共成長了1689倍 1689倍 字名呢是apple 他的成長呢是465倍 那你想像三十年以前你投資一萬塊錢 你有1689倍的成長 那就賺風了 還有一個呢就是我的husband呢投資 他從一開始 他現在已經退休了 他從一開始工作呢那個時候 年代呢是由透過那個經理 銀行為經理來幫你投資 他說他有七萬加幣 投資到什麼呢 投資到BIMO 叫做蒙特利爾銀行 因為這家銀行呢 在加拿大的反應 分率還是蠻高的 因為他很多的業務都在美國 跟美國的經濟是同漲的 那麼這個呢 我看了一下 過去25年 他的成長率是8.9倍 那我賬付當時的錢有七萬多塊錢 那我說你投資到這裡面的話 你就是不動 那麼現在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數目了 那所以說我就想老實說的 就是在買到一個起點好的起點公司 那個公司的好公司 在買他的起點上像特斯拉這樣 那是一個就是我們的理論 打死部分是一個非常好的 還在加拿我前段時間看到巴菲特 大概是十多年二十多年前 投資的比亞特吧 這個電子公司中國的 也是38倍 那巴菲特把它賣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老實說的 成CEO的執行力 我對我對伊隆馬斯克 還有那個Cook的執行力 是非常的欽佩 首先當時伊隆馬斯克 買比特幣的時候 所有人都指責他 你為什麼買比特幣 最後呢 他在那個特斯拉的資產佔有率 大概是9%吧 那最後比特幣賺錢了 這些人又牙口無言了 就不吃聲了 那現在我當時我 今年的二季度的時候 我想的特斯拉可能會 在二季度的時候會 會非常的 可能會非常的糟糕 因為上海工廠停產 再加張比特幣大跌 我想的話可能那個股票會 到時候會非常難看 結果沒想到馬斯克 出了一招神技 把比特幣賣掉了 儘管當時從來看 價格很低的 但還是賺錢的賣掉了 他保住了他的資產 那這種執行力 都是讓我非常佩服的 還有馬斯克的 對於特斯拉的第三次計劃 比如擴大規模這種生產的 這些執行力等等 這細節就不分析了 所以說老師看這本書對我來說 也是一個我最近的 觀察的一個總結吧 謝謝老師 我的發言完畢謝謝 好 謝謝 那有一個朋友 Gunnery你可以開麥發問 你在嗎 他可能 他可能不是我們認識 認識的 他跟我們應該不太 沒關係 不要理他 好 好 那老師那樣講的 你有要回應的嗎 大家要知道 市場最近當然動彈很大了 大家一定要 保持著這個長期投資 不要動 不要動 不要操作 你 操小操作移情了 大操作你就傷身 所以你稍微 你如果要 有的人可能就是好動 要稍微動動 那小小部位無所謂了 不是不影響不大 可是 你的 大部位啊 不要受市場的漲跌影響 你看市場漲漲漲 快速上漲 又快速下跌 又快速上漲 三天 所以 一天就讓你追不上 所以大家知道說 市場 就像之前的 你如果 一天的大漲你沒跟上 你的資產就會少很多 像禮拜五 你不在市場 你沒跟上 你資產就少2% 所以 應該不只2% 這個 2.19% 那 你的資產馬上少2.1%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大的損失 就是 不要說你沒賺到 那是沒賺到 是你根本就是虧了 不是說沒賺 講 當然你可以說 巴菲特說可以不用揮棒啊 因為你不是打幾手 所以你如果說每次都在那邊 等待或者是什麼 那你就不應該投資指數 你應該去買個股 那個 一打可能就全力打 雖然常常被刪證 可是 偶爾還會全力打 指數不會全力打 指數每次都安打而已 所以 你如果還要 指數每次不只是安打 可能都是保送 每次都是用保送的 可是還是會回到本壘 可是你如果要揮棒 而且 要挑時間揮棒的話 那 你最好 你如果只有做指數 那你的 回報就會很差了 那 你反而你有時候會說 哎我剛好做到了 我做了一筆 那買低賣高 當然很好 可是問題你還有 如果你說你有5萬 買低賣高賺2% 哦 那就1000塊 那買低賣高 可是 你還有45萬在外面 那怎麼辦 所以ROE還是要考慮一下 那可是我們 全部在市場裡面 我們ROE就是2% 那你的做的要死要活的才1% 而且還技術蠻好的 所以 你要賺到這個 比較高的比例 你才有辦法達到你ROE跟我們 ALL IN的2%3%來一樣多 當然你也可以反駁了 就是說那市場跌的時候你的ROE下跌的更快 這個我也可以承認 沒有錯 可是我們什麼事都不用做 那你就會比較忙一點 就這樣子 那沒有什麼好壞 沒有什麼好壞 大家都可以 你就試試看就好了 長期下來你會找到你該決定該怎麼樣做 好 第一個不要預測市場 你不要預測市場 那我講的長期投資者 離開市場就是一個最大的風險 不過就是說你還是要保有現金 你不能說市場在跌的時候 你沒有錢吃飯 沒有錢繳貸款 那不行 這個是大家一定要維持住的原則 那CAT或其他Moderator需要講話 那有些人如果你沒有問題 請上來發言或者提問或者分享 好不好 我們只有大扣大名小扣小名不扣不明 那如果都沒問題 那我們就提早結束 這個也是就是反正這個就以大家的問題多寡 我們再來看看我們要能夠提供什麼樣的資訊 好謝謝 好謝謝老師 那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其實市場很不好的時候 投資人的心理就是會很不舒服 然後在這個時候他們就會又會去攝取很多一些媒體上面的新聞 其實都是蠻負面的 然後你越鑽研在那個負面情緒裡 你就會一直出不來 然後你就會在不對的時候就是被割韭菜 那我是真的建議說這種環境下 其實市場每天都不一樣 那你如果每天要這麼專注的看市場 真的是我覺得就是講難聽一點就是搞死自己 就讓你自己沒有辦法有就是成為一個生還者 因為我覺得投資股是最後真的就是看是誰是誰是最後的信存者 那我們跟這老師學投資 最後要練就的一身功夫就是說 不要看市場 然後我們做市場的信存者 那怎麼樣可以做市場的信存者 就是像老師剛剛分享了很多個股 怎麼樣去看你可不可以抓到那個個股的起場點 那其實我一直都覺得我是一個訓卡 所以我那些功夫我也學不來 所以我聽到老師的課 我就決定跟老師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投資指數就好 然後其他我也不管 那其實這一次的震盪也是我跟老師這麼久以來 就是最大的震盪的一次 那我覺得我也在練習我自己的那個心理耐受度 到底可以到哪裡 這是一段不容易的路 可是我就堅信說 其實如果說我能夠勾過這一段 我的財富就會更上一層 我是這樣告訴我自己的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給自己一點信心喊話 然後不要再去看一些負面的訊息跟新聞 因為其實我有時候每天白天在聽新聞的時候 我都覺得他們好厲害 為什麼他們每天可以今天講東明天講西 然後隨時都有話可以講 我就是還蠻配合他們的 那大家就是要學習 耳朵關起來 不要看他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這還是我想要勉勵大家的 然後也勉勵我自己 謝謝大家 然後浩清上來了 你可以開麥包文 謝謝 很大的差距 就是說他最近的這些財富 95%以上的財富 都是在他60歲以後才開始累積出來的 那這個的話就讓我想起一個 我在台灣上大學的時候 有一門環境生態課 那那個時候老師就對我們發問 他說就是他的問題設定是這樣子 他說有一種單細胞生物 然後呢他每一分鐘他會分裂一次 然後他把它放在這個 培養裡面 浩清你沒有聲音咯 浩清 他好像很關麥呢 我來說兩句吧 那個就是過去的一個禮拜 那個股市就是也在這個 就在大起大落當中 那我無意當中看到一兩個YouTube 就是那種收視率很高的YouTuber在這說 哎呀這個股市很恐怖啊 還要再跌啊還要再跌啊 這未來都看不到那個 那個大盤漲到4200的空間了 就是很恐怖 其實上那天已經接 年系跌了五六天了 其實大盤很快又拉上去 但實際上那個YouTube 還那麼多人好像20萬人 那個就是說 的那個粉絲的那麼一個節目 既然就說那麼恐怖的一言 還有那麼多人在那裡聽 好這個是我分享的一點 還有第二點就是說 老實說的其實很對的 當那個市場極度恐慌的時候 就像QQQ好不明跌到 兩千兩百九的時候 兩百九十幾 兩百九十四還是兩百九十五的時候 我看到了 但是我當時是在忙 我說那麼好的點位 應該趕快再去加點餐 但是腦袋裡面 就會有那些負面的情緒 就是說哎呦可能還要跌還要跌 所以實際上到的市場真正到低點的時候 一般人啊我當然不說那種那個極致的天才 也不敢大量加餐 像我也是加一點也沒加 也沒全部那個倉位加進去 就到了最低的點的時候 我們是抓不住的 就是到那個最低點 你想的還要再跌還要再跌 所以這個是這個恐慌程度 實際上是每個人的心理很難戰勝的 老師給的方法就是還是比較理性 每跌多少呢再加一點 每跌多少 但是有時候長才很快 你看這昨天一天就長了十幾個點 所以說真的是非常難的 我就覺得這個 這個是time market 這個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那個就是說還是按自己的這種 就是說那個承受能力吧 自己的這種那個投資的這種 能夠承受的這種空間去做 這個活得長對吧 要一個健康的心態 你才拿得住 拿得住你活得長 然後你最後才會富有 如果是每天在這裡 那個很激烈的在那鬥爭啊 什麼哎呀劉阿雄啊 那個長那個爹這個 殺起心那個那個追複來的話 操作一多了 自己心事實上是很亂的啊 好的我就先分享這一點 好哈那個巴菲特講的就是 人家恐懼你要貪婪 人家貪婪你要恐懼 講得很簡單 可是你做起來很難 因為你有人性 所以當你在買進的時候 因為我們不賣嘛 所以我們就不用少了一半的事情做 那你買進的時候你要沒有人性啊 就是說我們說不管你分批買了 訂頭買了都一樣 你不要有人性 你就是幾乎不用看盤 或者是你是每疊五塊錢買一筆 每疊三塊錢買一筆 每疊一塊錢買一筆 每疊一塊錢買一筆都可以 那你自己把它資金分配好之後 就不要有人性 當你人性一出來之後 你想說哎這疊還會再疊 那第二天就大漲 你又失去了機會 所以買進的時候 操作不要有人性 也不要預測 不要預測 沒有人能預測啦 我講白一點 沒有人能預測 當然市面上還是很多人在預測 那他們預測可能也有成功了 也有成功 我不否認 可是是不是有多疑慮 那只有他們個人才知道 所以要買進就是 所有的買進的動作要克服人性 你要把人性拿掉 你才有辦法做最正確的事情 好來浩欽你繼續來 不好意思 好像中間被打斷了 那個我們家這個 那個熏陶員的問題 那對 那就說那個我剛才提到就是說 那個我們老師就問我們說 那什麼時候這一個培養米 就是這個單細胞在這個培養米 裡面會占掉一半的空間 那當初我就是至高奉勇跟他 舉手回答說 應該是在59分鐘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就是讓我再回想 就是聯想回來的話 就是說那個什麼時候 就是說如果說在10分鐘之前呢 就是說在一個鐘頭的時候 他會全滿 那如果說在10分鐘前 就是50分鐘的時候 這個單細胞到底佔整個 這個培養米的幾分之幾 那我回推回來的話 就是2的十次方 就是1024分之一 那在整個培養米裡面 看起來的話只是一個點而已 所以就是說從一開始 那個0分鐘的時候 開始把一個單細胞放進去 經過50分鐘之後 在整個培養米裡面 看起來的話只是一個點 但是呢 最後這個10分鐘 卻可以把整個培養米 把它給佔滿 那這個就是讓我們知道說 這個富力的威力 就是如果說你要是放久了之後 那在一開始 他可能是非常緩慢的一個成長 但是最後的幾分鐘的時候 他是非常快的 那所以說這跟當初 巴菲特的這個投資策略是有點像 就是他在60歲之前的話 他可能還不是一個家喻物小的人物 但是在那60歲以後 他的資產就是 就是他95%以上的資產都是在他60歲以後 才累積出來的 就知道說這個富力的那個威力 那我們就是大多數的那個學員 在一開始投資的時候 那因為市場的波動 可能每年只是10% 12%的增長 那剛好遇到這種市場波動的時候 可能一下子兩年之前累積出來的財務 就好像血本無歸的 但是他們應該要往長久來看 10年20年甚至是更久了 那我自己也稍微做了一個簡單的計算 就是說假如說在那個年輕人剛從大學 畢業完之後找個工作 然後他每年假如說他丟3萬塊錢進去 那這個的話在10年之後 那這個設定的話就是說他每年會增加5%的投資 那在這種情質下的話 10年之後他會累積應該是10年還是20年之後 20年就是他40幾歲的時候 他的財富會累積到200多萬 那如果說再繼續往上投資下去的話 30年就是他在52歲的時候 他的財富會累積到1100萬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就不要再繼續投資了 他就是只是靠這個他的投資來生活的時候 在他80幾歲的時候 他的資產會達到3億多 所以就知道說這種負利跟這種時間 事實上對我們投資人講話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回報 就分享到這裡謝謝 謝謝好請 就是你如果每年投3萬塊的話 你40年回報率只有5% 是是蠻保守的 那得到380萬 那你如果380萬 那你不再投資了 那再經過30年 也就差不多你90歲吧 還是一樣5% 那你不再投資了 那你就會1億6千萬 1千6百萬 1千6百萬左右 那如果其實你如果用12%或10%的話 那當然結果就不一樣 如果是投資30年 你不用你可以提早退休 50幾歲退休 那回報率12 你每年如果還是以3萬塊 3萬塊來投資的話 30年後50歲你就有800萬 那你800萬 800萬再30年到80歲 應該還有40年到90歲 你這輩子 當然很多人說這是idea狀況 其實時間一長就是這樣 就是7億4千萬 7億4千萬 那你要知道就是說 如果最後10年 不是40年 是30年的時候 最後那10年 如果你只有4歲後 只有你活到70歲 你活到80歲 不是活到90歲 那本來9290歲有7億4千萬 你活到80歲的 只有2億3千萬 所以2億4千萬 所以你將近有將近5億 是最後賺的 最後賺的 你活到80歲 你有2億多 你如果活到90歲 你會有7億 你最後10年是賺了5億 這就回應浩清講的就是說 所有的資產都是在最後一段時間 那很多人說 那最後又跟我沒關係 是啦 是跟你沒關係啦 不過我們就是一個人生的目標 人生的目標 好謝謝 謝謝 謝謝劍老師 謝謝 我說一點 就是根據那個 負責公司的話 有兩大重要元素 第一個是起死 起死資金 起死數目 就像那個細菌 還有一個就是時間 因為這個 最後的數字跟時間 成指數相關 那就是說你要想最後的財富累積很好的話 第一個你的起死資金 能夠做得到最大化最好 第二個你的跌應該拖得最長 第三個你的那個增長率 應該是一個比較reasonable的增長率 那麼這三大因素你都做好了的話 那你的財富增長就會很好 假如說你搞了一個負增長的話 那天我看一個人推倒的 你要是跌了50%以後 你就得要多少75%還是什麼東西 這個當時也是計算出來的 你才能夠回過來 回過去來 所以說能夠穩中求勝那是最好 謝謝 對我剛才的那個設定是這樣 就是說一開始的話就是一個新鮮人 剛從大學畢業出來 然後他每年投3萬塊錢 然後從第二年開始的話 他每年會增加5%的投資進去 然後整個市場的那個增長的話 是10到12%這樣來下去算 也就是說他可能第一年他是投3萬塊錢 可是第二年他可能是投3萬1500塊錢 就類似像這樣子 每年因為他的薪水每年在增加 所以說這樣去計算說他20年之後 他的資產到時候會有200多萬 然後到30年之後他會有1000多萬 那等到他52歲以後 他就不再繼續再投資 那可能那個時候他就退休了 退休之後 從那個時候開始再算起30年的話 他的資產 就是在不投資的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他還可以增長到3億多 我當初的設定是這個樣子 謝謝 好謝謝 謝謝浩清 好再來往下 好謝謝浩清謝謝老師 謝謝你們 那Singy你可以開買發問 早上好 Jenice老師 K Sanny Dana M 還有感謝各位傑兵 首先祝大家中秋快樂 你好 我一直非常很感恩能夠遇到Jenice老師 Jenice老師真的是像我們現在的孔子 他講的非常簡單就是財富是天賦 然後那個快樂 然後那個快樂四元人錢 這個讓我雖然講的很簡單 但是讓我的那個人生觀呢 都定力很多 就是以前常常一直上班一直做工一直做 所以但是腦根呢還是還是有點 然後沒有那個安定下來 一直在在做 再去創造財富 但是呢 Jenice老師說就是用那個Pel 然後 減稅 其實這個威力非常大的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假如你 你有1萬塊或者10萬塊或者100萬 你不用交稅的話 你那個compound 那個interest rate 那個是非常厲害的 但是如果你每年都減掉那個 30%的稅的話 你自己算一些你都知道的 還有一個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關於心理作用 每一個星期 Jenice老師上來跟分享 然後給大家打氣 我是覺得非常重要的 因為人心呢真的是很難很難很難的 去那個控制制止的心態的 我在這裡舉個例給大家聽 我剛大學畢業出來的時候 在一個很多很多時間 我曾經做過那個當時九幾年的時候 是很很大家很喜歡去炒外匯的 OK 所以在外匯的市場呢 大家就是買英鎊啊 怎麼搞來搞去 然後大家就Hedging Hedging來Hedging去 所以呢我看到好多人呢 一切子就可以賺一個Benz 一切子就可以那個 丟掉一個房子 所以這樣上上下下來呢 唯一的方式呢 我學到的就是那個心理的素質 就是很重要 當你在這個環境之中呢 你能夠怎麼樣定下來 而不是老師等會要買等會要賣 搞到你頭昏轉向 所以像James老師教我們的 現在就是很很非常的重要 讓大家定下來 就那個買下來打死不賣 當然啦如果你能夠有定力的 你可以分它10份或者5份 然後那個Average投資進去 這樣的話呢你過一段時間呢 你會看到那個成績真的是比你 又賣又買又賣又買的好得多的 所以我基本上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當時我搞投資外匯的話我看到 其實好多都是在大家在亂搞 然後hatching 但是其中有一個領的很奇怪的 每次他買那個方向都是相反找的 就是說如果你能夠定下來的 就是跟那個你的對賭的話 你一定會贏的很奇怪的人的心理 OK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投資其實是一個psychology 就是心理 你能夠定下來的話 你就可以做 所以James老師就是像我們的定心丸 你就知道 我無法 反正我知道美國的股票會漲 美國的成績會漲 你現在買是買那個100間公司的投資 然後呢如果有什麼不好的話呢 他要自然的換掉 所以你也沒有稅的問題 所以你還擔心什麼 所以我基本上就想上來感恩 James老師帶領大家 然後現在市場上上下那麼亂跳 大家心裡都很慌 其實真的如果跟James老師這樣做 是不會慌的 當然我有時候也是亂吵 是因為很喜歡聽Cup House的朋友在講 但是好多很聰明的人在這邊 所以呢 但是你還是要有自己的一套 我聽James老師講完 我自己一套當然是70%QQQ 30%還是喜歡買一點Microsoft 買一點Tesla這樣 那是我自己的那個 也是聽James老師原來的做法了 但是總的來講 如果你很忙怎麼樣 我覺得是James老師帶領大家做 跟著James老師做那是沒有錯的 那是沒有錯的 最後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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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Sindy 我想Sindy客氣了 她其實是在投資上是很有經驗的 謝謝你的分享 好 其實如果你操作你要繳稅的話 假設一年投資2萬塊 那你回報率12% 20年的話你有160萬 可是你因為要繳稅 所以你回報率就沒有12% 就變8% 那你本來160萬的 你就剩98萬 就只剩一半 所以稅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比你任何操作成功不成功 他其實稅是立於關鍵位置 關鍵位置 你只要一省稅 你就打敗所有的人 謝謝Sindy提到這一點 謝謝 好喔 那接下來Laura你可以開麥發問 哈囉Laura你在嗎 老師那我先問一下那個 嗯 嗯 他說有一個 有個人在問說 賣了QQQ 30天內買QQQM 算是Whatshale嗎 這個根據不同的券商 你可以試著小賣一點 那第二天就買回 看他是不是 因為每個券商不一樣 所以比如說你要賣 賣20萬的QQQ 你就先賣1萬 他買回QQQM 那你看他那個Statement上面 History上面會不會寫一個W 就是Whatshale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可以 如果他寫Whatshale 那你就是你的券商 把這兩個當作是一樣的 所以 所以 這個 因人而異啦 你如果你可以賣掉QQQ買VGT 可是VGT裡面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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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斯拉 當然你轉過去一個月 QQQ漲 VGT也會漲 那你實現了QQQ的虧損 之後你VGT的獲利會多少 你最後還是要轉回QQQ的時候 這邊中間差別會差多少 你可能這邊都是了2萬或者20萬 那放到QVGT一個月後VGT漲5% 那可能就 又5萬 那你的虧損只剩15萬 也是OK啦 那你就得再轉回來 嗯 自己試試看吧 你QQQ轉QQQM 用小量 試一下看 政商的Mark是怎麼樣 這樣就可以知道 好 謝謝 這個Laura 聽得到嗎 可以請說 哦 金老師你好 你好 好感謝你 我現在 我現在有一個問題啊 就是我女兒 她換了工作 然後她以前我們都不是按照你說的 這邊就買QQQ 也都都平時 因為是在拿工資嘛 拿工資就是每每個月 就是發了工資就買 關鍵是現在買完了 買了以後呢 現在發了工作又要 他們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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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工作是不允許買QQ整班了這樣子 哦 你是401K是不是 401K對他他不准買 不不他是個人也不准買 個人也不准買 哦 他因為工作的關係 他那個工作 工作的關係 個人也不准買 他現在只能要賣掉啊 你看這個這個水準最低一點 嗯 有沒有其他的就是說 呃跟這個差不多的他那個 我不知道 他好像SPUI是可以 但除了SPUI還有其他的可以 因為SPUI沒有QQQ好嘛 為什麼他不能 他是因為跟Invesco這個關係 公司有關係是嗎 是是他們搞了一些審計 我知道 不准買 對 那他現在以前買的一定要賣嗎 一定要賣 哦 對 哦 了解 那也沒辦法一定要賣就得賣 那他就是買VGT嘛 就轉到VGT去啊 VGT或XLK XLK 等一下我記一下啊 我打再確認好了啊 等一下 VGT或者是XLK 這兩個都可以啦 VGT X XLK XRAY Larry Kevin 哦 哦 這個 謝謝接受iPhone 對 這兩個 他SPY是可以買 這三個都可以 那就是說 這三個比起來哪個好一些 嗯 其實都還好啦 就是你SPY的話 當然就買了就好了 那你如果VGT跟XLK 因為都是比較接近QQQ嘛 那可惜的是VGT跟XLK沒有特斯啦 所以你如果買VGT跟XLK的人 你補一個6%左右的特斯 你就另外6%去單獨買特斯拉 也是可以啦 可是這就是看你對特斯拉 有沒有喜好還是說啊無所謂啦 那就當然可以 啊 啊 VGT裡面沒有特斯拉 沒有特斯拉 啊 VGT沒有特斯拉 啊 5%的特斯拉如果覺得可以 對 對 對 你就買95%或者是 94%的VGT 那 5% 6%你就買個特斯拉 這樣子就會跟QQQ就比較接近 啊 好的 那挺好的 那個XLK也是沒有特斯拉的是吧 呀 兩個都沒有特斯拉 他們這兩個就是都是 就是說他們的那個收益都差不多是吧 這兩個差不多 啊 對 呃 比SPY呢 比SPY當然好啦 欸 好 哦 那好 那好 嗯 他們比較接近 他們比較接近那個 QQQ啦 QQQ 嗯 好的好的 太好了 欸我們現在只能在G點的時候 要不要賣掉 你這個時候 哦 沒有啊你賣你低點賣你也是低點買啊 嗯 對對對 是是 就馬上轉過去嘛 一賣一買 就只能這樣 只是說獲利的部分要缴點稅就是了 嗯 那這個比例配的話 比如說VGT和XLK反正都都可以 就是說 買一個就好了 兩個都兩個是長一模一樣的東西了 啊好的 對 對 對 你這個 這個 這兩支的話 哦 五年以來 這個 五年的話 V XLK跟VGT 兩個幾乎是 黏在一起的 所以 136% 嗯 嗯 他這個也是可以 長期不賣可以的嗎 嗯 可以啦 嗯 哦 那挺好的 嗯 那挺好 謝謝你啊 不客氣 謝謝你 我們都是按照你說的去 我全部買進去可以 哦 有錢就買就好了 對 謝謝你 就過幾年之後 大家會知道自己的財富又又多很多了 現在這樣比較辛苦一點 不過這個本來就是必經的過程 對 不看他也沒事 對 對 就專心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哎 那你的財富讓他自己增長 對 對 好 謝謝你 我們在投資路上 其實 這種過程是經過好幾次了 也不是只有第一次 對 我三十幾年來 這已經是 已經是數不清了 不過對 這是很正常的 那你過了這一關 你就會又另外一個高峰 你的財富會達到另外一個高峰 不擔心的 好 謝謝 謝謝 我是覺得你那個自從知道你的那個視頻以後 我就覺得真的是碰到大人遠了 因為這樣好省心了 對啊 大家就是富有是天賦 都可以非常有錢 沒問題 謝謝你 好 不客氣 謝謝 老師那還有一個人在問說 您如何看待中國的股票市場 會有值得投資的時候嗎 謝謝 未來 可能吧 可是 世界過去五十年 八十年 好像沒發生過 這樣子的事就是 除了美國 有其他長期值得投資的 好像還沒有啦 所以未來怎麼樣 我們當然不預測 等到時候來了再說 可是你現在去讀一個不知道的事 那就是說 不需要啦 等到時機來了 我覺得這個時間還蠻久的 哎 我講就是說 就算中國會好 或其他國家會好 或其他地區會好 他的體量可能也沒美國大 再來他的 這個 成功也不代表美國會失敗 所以 啊 先不考慮這個吧 這個太遠了 太未來的事情 離我們還蠻遠的 所以我們就先不考慮其他的區域 至於說為什麼不考慮 歐洲不考慮新興國家 不考慮中國 以前我都講過很多次了 歐洲是一個不利投資的政策 社會主義 社會福利 那新興國家掏空比公司賺得多 所以這個都不適合投資 好 謝謝 謝謝老師 然後他有一個人問說 嗯 在熊市怎麼樣可以賺到錢 就是 你有錢就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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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賺的比較多 那你要問的是要不要操作 那就 這不是我們在這裡要談的 然後熊市 賺不賺錢不是重點 因為 牛市時間比較長 所以熊市就讓他過去就好了 過去 如果你看看市場長期來說 我們用SPY來比較了 不要QQ 因為QQ的時間太短了 那我們用 年的話 以年來看 以年來看 我們從 你要知道從一九九 只有一九九三年 一九九二年吧 就是這樣子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裡面 下跌的年份 就是一二 三四 五六七八 八年 八年 而且 真正大跌的只有 五年 五年 所以三十年 只有五年 是有下跌的 就是 兩千年 兩千零一年 兩千零二年 應該 二零零一 二零零二 二零零三 就三年 還有二零零八一年 所以這裡四年 是 真正有下跌的 還有一個是 二零一八年 是有下跌的 所以三十年五年 今年還沒結束 所以今年我就不 count 那如果把今年看進去 就是六年 六年 三十年有六年 所以你自己就是 五分之 五分之一吧 五分之一就是 十年八年都上漲 十年 十年 就是五分之一 二十percent 十年有八年都上漲 兩年下跌 這個還是在 這過去三十年來看 所以 市場上漲的時間 比下跌的多 所以你應該花時間 花心率在上漲 而不是在下跌 你花太多時間在下跌 那是沒有意義的 下跌的時間就讓它過去 而且 對 當場 09年也跌一年 08年那個時候 金融海嘯也才跌一年 那比較辛苦的就是 2000年那個時候跌三年 所以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不需要去浪費太多時間 在下跌 下跌段 這次跟大家分享 謝謝 好謝謝老師 那田華你可以開買法文 詹姆斯老師 就是早上好 我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現在就是我現在還在上班 然後 我先就說 除了一些就是一些生活費用的話 我還有其實每就是每個paycheck 還是有就有相當的資金可以投資 我想問一下 詹姆斯老師就是說 我是採取定投的方式比較好 還是說 把這些錢先攒一攒 然後去等所謂的低點 然後再一塊去投 就是請問詹姆斯老師 這兩種方法哪個更實際一些 就是比如說 從長期看它的效果最好 謝謝詹姆老師 沒有一個最好的買法 我們的買法有好幾種 一種就是 可是所有的買法都不是 不預測市場的 才會成功 第一個就是你 禮拜一就買了 閉著眼睛就all in 這是一種方法 最簡視最簡單 可是當然這個對最折磨人 也需要很大的信量 通常一般人做不到 而且有時候買完跌下去 對自己的心理創傷 蠻大的 所以這個是看你自己 那all in 禮拜一 這是一種方式 可是能做到的不多 第二種方式就是 你分六到十個月 把你的資產分六批 或者是分十批 那你覺得每個月投一筆 每個月的一號就投一筆 那當然這個月你就禮拜一投 那下個月就下個月的幾號投 每個月的幾號投 不管它漲跌都投投投 這是一種投法 那這個也是省時省力 就是每個月的幾號 你都或者第二個禮拜的禮拜一 你就早上起來就不看盤 就給它試駕滿進 這是一種方式 那你可能覺得一個月才投一次太麻煩了 我每個禮拜投可不可以 那可以啊那就分 如果十個月那就分四十個禮拜 分四十份 看你的資金多少 四十分每個禮拜一都給它投投投 當然就比較忙一點就是 那這是定期 依照時間軸來投資的 那你如果想說忙一點 那你要看市場 那我就說每 你把它分二十等份 二十等份那就 或十等份 十等份 那每差五塊錢你就買 不管往上五塊還往下五塊 那假設現在的QQQ是300塊 那你分 分十等份 現在300塊 300塊那 那就是 如果市場現在一直漲上去的話 那你會一直買買買買買 十等份的五 那你會買到350 你就買完了 如果市場一直跌 那你會買到250就買完了 那這是用十等份來分 那你如果用 二十等份來分的話 那每五塊買一步的話 那你會買到400塊 就買到最高點 就從底部 如果從現在開始一直漲上去的話 那你就會買到400塊 你平均就是350 那你如果往下買的話 就是最 worst case 你會買到200塊 那會不會來 不知道 不過就是你要二十 二十比 他從今天開始一直跌跌跌跌跌跌到200塊 那你二十比的話 你最低會買到200塊 那有可能買不到200塊 那可能就是在這段時間 就是上下各一半 那就最高點買到350 最低點買到250 如果上下在這邊破洞 那你平均價就是今天的價錢300塊 所以這個你可以了解這三種買法嗎 All-in 或者依照時間 或者依照空間 這樣子你理解嗎 就理解 謝謝剛才老師 你就選一個比較適合你的方式 好的 好的 謝謝 謝謝 好喔謝謝 那I.M.你可以開買法文 OK 今天老師好 大家好 今天老師我想請 在 這個通行 可能我們在接觸這一塊 沒有 怎樣去衡量 它是屬於高 還是 我聽到斷斷續續的 沒有沒有 你重講 OK 好 OK 比如講通膨 OK 我們如何知道這個percentage 是高還是低 OK 第二個問題 等一下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說什麼是高 是通膨是現在高還低是嗎 對對 我們是一個普通的普通的人民 如何去奠定這個是高還是低 可能講整個代環境 我們是看資訊 不懂這個對還是錯 第一個我是拿percentage 還是拿我們熱場生活來去measure 還是我要再問第二個問題嗎 有跟這個有相關的 好 你直接問 可以問嗎 繼續問下去 好 OK 來 如果我們講這個QQQ 這個增長 那麼 以什麼來衡量是屬於高跟低 一個是我們的皮包是減少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皮包是比較豐厚 我們如何去做個減少 有時候這個percentage 有點混了 謝謝 正常是解答 你說高跟低 你說投資QQQ的回報是好還是不好 是不是這樣 比如講10%算是很高了嗎 還是超過幾%是屬於是高的 這個我沒有什麼挨點 謝謝 好 我們 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美國 你投資美國的這個平均成長率 就是說你應該投資美國 你什麼都不要做 你的回報率應該是多少 這是 這是 你要知道的 那這個我們以前都 都有做過一個統計 這個 嗯 現在這個Yahoo沒有給我所有的圖 好 就是說 我看一下 相本 我們 我們在 我們過去的投資裡面 就是有 一張圖 有一張圖 我看一下 我們知道說QQQ SPY 從1942年到現在的年化報酬率是9.8% 這個我們就知道了 所以 你的 QQQ回報好不好 長期來說 你應該要跟這個來比 因為這個是SPY來比 所以你說 如果長期的年化報酬率有達到10%以上 那這個就是好的投資 那長期多長 那長期多長 我是覺得應該20年以上30年才是合理的 那 可是你如果單挑每一年的回報率的話 那就大家要知道就是說 其實 在市場大漲的時候 市場大漲的時候 通常他的回報率都要很高 那我舉個例子好了 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 從2009年到現在 你看2009年那一年 那一年 他的 開盤27塊 QQQ27塊 收盤是44塊 所以2009年的那一年 那一年 那一年 44除以27 44除以27 那一年就獲利62% 那 再來 第二個 那個 漲最多的是 2020年 他的開盤208 收盤314 收盤314 開盤208 所以314除以 314除以 208 回報率50% 所以 你要知道一個60幾一個50幾 所以這個是 那中間像2013年 這個都回報很高了 2016年回報也很高 2016年的話是 收盤130 開盤103 就是30% 所以 我跟大家講 而且這樣子的漲幅 從2009年到現在有幾年 1年2年3年4年5年6年7年8年 幾乎有8年是非常大漲 只有3年是不大漲的 就12年15年18年 漲得比較少 那 這個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說 在多頭年 每年成長30%是很正常 很正常 所以你也不要講說 哦今年30%回報 如果未來開始多頭 開始上漲 有一年成長30% 你也 你也不要太意外了 就好像今年可能表現不好 明年可能成長個50% 你也不要太意外 就是說 在多頭年他就是要成長 30%年化報酬率之後 再經過一個空頭打掉30% 那可能回報率才回到均值 所以在多頭年的上漲的 什麼叫多 其實30%不多 那下跌的時候跌20%多不多 因為可能會跌50% 可是我們常常講就是說 平均值來說是12%或10% 平均值可是很少有一年 剛好就是平均值10%沒有 要嘛就是20%30% 要嘛就是跌30%跌20% 所以啊 平均值從來沒有一年是就是平均值的 可是通常上漲的時候都超越平均值 下跌的時候都跌超過平均值 跌跌跌跌超過10%以上 20%那上漲的時候都超過10% 20%以上 這個就是一般我們看到的 所以 IM我跟你回答 第二個問題說什麼叫做合理 就是說長期來說 10%12%連化報酬率是合理 可是短期一年來看的話 如果上漲的話 20%30%是合理 下跌的話 20%30%是合理 這個就是IM我跟你第一個問題的回答 我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有有很很清楚 好 第二個就是你第一個問題說通膨高多高啊 通膨我們為什麼擔心通膨 如果你是沒錢的就是說 我們是中產階級之下 這個買買加油或者是你買食物 如果買買雞就不能買鴨 買鴨就不能買牛 吃牛肉就不能吃雞肉 吃雞肉就不能喝牛奶 就是你在斟酌之下 過日子很辛苦的時候 那當然就是通膨對你來講就是 是一個重要因素 那可是假設你生活費 在你的整個佔比來講不高的話 就是這樣子的話 那吃東西吃飯 在你的expense不高的話 那其實通膨對你來講感受是不深的啦 因為衣服可以多買可以少買 luxury可以多做可以少做 可是吃飯不能不做 所以如果你吃飯沒有感受到有壓力的話 那通膨對你來講影響不到 也應該感受不到 那可是你如果去外面吃飯會考慮 像我年輕的時候我就是 一塊半的麥當勞漢堡還是要0.6元 就是64分的菠蘿麵 那當然對我來講就有影響 可是我們如果是吃飯不是我們最主要的開銷的話 那通膨對一般人影響不大 那用數據來看通膨還是看生活上的通膨 看你的目的是什麼呢 假設說你要預先知道禮拜一的CPI通膨的話 那你就每個月要自己去買菜或自己去登記一下 油價你們家附近的油價自己寄一下 那你可能會領先這個CPI的發布 你會先知道 那你知道了之後你想做什麼 這也是又一個問題 你知道了你是要操作還是要預判 這個就是如果沒預判沒操作 那這個數字對人來講也就沒有什麼重要性 那你如果要事先 我們在市場裡面講說 當你要有多餘利潤的時候 你就是要取得先機 所以假設你能夠在禮拜五就看到的CPI的數字的時候 你就取得先機 那當然那個數字官方的數據沒辦法讓你看到 所以你就要自己去統計 假設你很認真去統計 那妹妹你會取得先機 就好像我以前投資蘋果的時候 我是站在蘋果門口去看有多少人進去 有多少人拿袋子出來 那這個就是你可以取得先機 那如果你有操作才有需要 沒有操作其實就沒有關係 啊這裡面要缺少一個 你就算取得先機 禮拜一的CPI 如果假設我們預計是8 那如果report是7呢 到底市場是漲是跌 還是report9呢 市場會漲還是會跌 市場是怎麼想的 Nobody know 說不定9的話市場也大漲 7的話市場大跌 也有可能了 所以財報不是常常發生這種事嗎 啊財報好 結果大跌 財報不好他竟然大漲 所以市場的心理因素也是你無法預測的 所以操作難就難在這麼難 啊 好 所以啊 IM所以第一個看你 要知道這個通膨的目的是什麼啦 假設你要預判市場 那你就不能等CPI出來 你就要事前自己做功課 等到出來的時候 對你來講就沒有效果 再來我再講一個就是說 通膨 對我們股價影響不大啦 影響不大 真正影響的是資金 資金多寡 那資金多寡 誰來決定 央行 所以我們要知道央行的心態是什麼 CPI9的時候他想做什麼 CPI7的時候他想做什麼 CPI8的時候他想做什麼 你要能夠預估出央行的心態 那其實央行在Jackson Hall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想CPI絕對不影響他的決定 所以CPI8他一樣升0.75 CPI9他也升0.75 所以這個是已經已知了 所以等於也就無所謂了 沒有關係了 那個你去管CPI其實那是短期會震盪 可能禮拜一會大一點的震盪 可能大漲後來又大跌 或大跌或大漲震盪會比平常大 可是之後又穿過水無痕 那 但所有的央行的資訊都price in了 所以現在應該是price in了 所以他股市會走他該走的路 那接下來可能是財報 那大家也沒辦法預設財報 所以我們長期投資者其實有些東西看起來好像 好像需要關心 其實又不用關心 這個就是關心了你也做不到什麼事 我們長期投資者不賣不賣也沒辦法做事 那除非你真的能夠預知而且你有action 那這個數字才對你有用 所以IM我跟你講說CPI的高低 是你可以用生活去感受 可以預知CPI數字出來是什麼樣子 那可是重點是那個數字對你的投資會被影響 對你生活有沒有影響 如果有影響當然需要去知道 事先知道才有用 如果沒有影響 那就是一個數字而已 就是生活的感受而已 所以我IM我不知道這樣子回答你 是不是ok 就是說CPI你可以用生活感受 你可以自己統計 maybe 事先就會稍微知道CPI應該是怎麼樣子 那你生活如果過得沒有感覺通膨的話 那其實對你影響不大 那自己說要用這些數據來操作困難度其實蠻高的 IM我跟你這樣回答謝謝 ok 因為我在想 我在想如果QQQ是平均10到12% 如果 我對比這個通膨 他也是站在可能講10%左右 那麼我們是否 這個通膨如何壓下來 對自己的生活 所以讓我聯想到這兩個問題 剛才先導師有達到我所問的攻擊 謝謝 我想通膨到8、9 這個是短期 就算10也是一年兩年 可是長期他應該會壓在2 所以我們實質報酬率應該在8到10左右 就是扣除通膨之後 我們實質的回報率8到9 長期來說是這樣 好的謝謝 謝謝老師 好 好 謝謝 那Stefan你可以開麥發問 好的 James老師好 各位學員好 James老師我想問一個有關HELOC的問題 我的情形就是說 因為我今年年初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利率比較低 所以我就去申請了個E-Loc 然後那時候給我的匯率是2.5% 然後後來就是後來一直加起加起加起之後 現在已經利率漲到4.75%了 然後我最近收到銀行一個通知是說 他給我一個option 說我可以把我的Rate lock住 他給我Loc的Rate是5%這樣子 然後他說如果說我決定就是要Unlock的話 只要付100塊隨時可以Unlock這樣子 然後我是看一看好像大家就說還會繼續在升級 所以我就想說我是不是要把這個Loc住 還是說我應該採不同的Strategy把錢還掉呢 還是怎麼樣 因為當初就是把這個做了Hila 然後我去買了QQQ 所以那時候買了蠻多低點的QQ 我曾經買了275的 對就是說我不是很想把它賣掉了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我該怎麼做呢 然後因為那個主要是說 因為從25%現在漲到4.75% 或是說Loc到5% 就是多花那些錢 可是這個多花的錢對我生活來講不會有任何影響 只是說其實不是很甘心去花 多花了一倍的那個interest的錢這樣子 我想聽聽Jane老師的意見 謝謝 第一個錢不要去還了 錢還了很可惜 你有錢繼續買就對了 那至於利息的話 其實4%5%還是蠻便宜的 我們以前買房子都6.75% 那現在人買房子要6%了 30年要6% 所以你說有5%4.75%其實非常便宜 還是很便宜 那你覺得就擔心未來一年利息還會拉高 那你又Loc吧 4.75%跟5%就差不了多少 你Loc%你心裡比較舒坦嘛 那你就去Loc%吧 那如果要Unlock $100就好了 那我想你可以去Loc% 看你的心態 那你如果Loc%了 那以後漲到7%跟你沒關係 那如果不Loc%了 那你會擔心的話 那你就是Loc%吧 Steven 我是這樣回答 不要去還 好好的 謝謝 那均者是你覺得還會再漲好幾次嗎 利息哦 會 利息還是會持續漲 那我就把他拉得住好了 對 利息一直會漲到明年了 像現在看起來就是0.75% 0.5% 他可能就算不再漲 不再升利息了 可是他應該也不會掉利息 利息會維持在高檔一段 好那我了解 那我就把Loc%了 謝謝你 好 好謝謝Steven 然後也謝謝老師 那今天很謝謝大家一起來學習 那來不及發問的朋友 可以寫email給老師 或者是下個禮拜六 我們也是早上6點 然後有時候晚上10點 一起進房間來討論 那老師可以幫我們結尾嗎 好了 我想今天大家討論的蠻多也蠻好的 那我們每個禮拜都有開訪 那你如果有問題 你留在留言區 我事後看了我會單獨跟你回答 那不然就下個禮拜大家公開討論 大家都可以分享到會比較好 大家這個效益會比較好 所以還是盡量大家在事前能夠想到一些問題 不見得是投資 你任何問題 那我們都在這邊一起分享 那大家都可以學到一些東西都很好 那市場還是回到市場不用擔心了 市場很健康 而且沒有什麼大問題 不用太擔心市場 市場走的還蠻好的 雖然會短期還是會震盪 你要說短期有一個飆漲 應該在這種環境中短期飆漲的機率也不大 然後就是說盤整盤整正盪盪 因為高利息高通膨壓在上面 這個高氣壓在上面 經濟的表現就不會太好 表現不會太好 那市場就會在這邊盤 也不見得會跌了 就是會盤 所以是一個蠻平淡無奇的 對你們來講可能震盪很大 對我來講就是蠻平淡無奇的 老手就是不喜歡這種盤 那沒有什麼經驗 就是大漲的機會就是盤大漲漲漲跌跌 可是這個是一個過程 這個環境之下就是這樣子 潛水無大雨 就是大家過了就好了 等到這個降雨的時候 那水滿了那就會很快 那你不要離開市場 你不知道水什麼時候會滿 你不知道 所以大家留在市場 過自己的日子 現金流控制好 就很快樂的 沒有問題的 好 我就先分享到這裡 那Moderator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那不然就我們請Cat來結束了 好 Moderator 謝謝老師 好 謝謝大家 謝謝Cat 謝謝Sani 當然Moderator Mann 安博士 好 還有謝謝所有提問的人 那有問題繼續留言 我會留個三兩分鐘 那不然的話下個禮拜上來提問 或者寫Email給我 OK好謝謝拜拜 謝謝大家陪伴 中秋節快樂 拜拜 拜拜